在70年代,香港藝壇是印象派和有少量的概念藝術 我就是走概念藝術的那條線,Conceptual Art 大部分藝壇都脫不了傳統的框框 我在想金木水火通五行,拿火出來玩,看看如何 一玩火,就不能停了,任何東西都會燒 我在70年代,燒了很多孔子,燒了酸子,麻子,鹽焗雞的沙子 什麼都燒了之後,怎樣固定它呢? 就用漆架連在一起,加上有些是用自己的筆墨 就變成像那些雞蛋彩文藝復興那些黃黃色的畫 就像油彩一樣 用這個火燒酸子 即是說,我不用墨,而代替以火來創作 即如果你能夠控制自如的時候 那個火就成為一種工具了 這個很重要的,你控制而已 任何營,任何量,任何媒介,任何意念,任何維度 皆可創作藝術,就是我研究出來的任次元 嘿!做起了 好啦!